无论是哪一个运动项目 若想要拥有出色的运动表现 心情练习当然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原因 但有很多球友发现 就算花了很多时间窝在练习场 一干又一干的埋头苦练 以下了18栋的球场却怎么打都打不远 平常在练习场打得像Tiger Woods 而到了球场却感觉拱力尽失力不从心 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旅日长春选手许国雄老师 也点出其中可能出错的环节 长春武林 武功秘笈 让我们一看究竟 我还要帮大家介绍一个分享一个在高尔科学练习场练习的方式 其中主要的目的就是大家在练习场打球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氛围 就是经常会打得很深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 比方说在练习场都打得很好 可是下了球场之后呢却打得一败足利 因为球挖得太深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练习的一个好方法 接下来就是你看哦 我们希望在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将练习场的垫子往后挪一点点 然后把它摆在一半的部分 假设如果你今天有辅助器材的话比方说是一个标线 然后把标线拿出来摆在这个哪里 摆在这个电子的尾端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基准线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打球的时候呢把球摆在最顶端的位置 这样子的目的是什么 请允许我示范一个错误的动作 因为大家在练习场打球的时候 打球都棘球过深的情况之下呢 球都相对的容易飞出去 也造成大家的误解认为自己的球是打得不错的 可是如果你照这个方法在下球场打球的时候 势必你在下球场的时候地会挖得太深 可是你在练习场练球的时候 你都不知觉得你打太深了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比方说我现在先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那我这边有一个标线 就是防止我这个垫子往前面挪 如果我在挤球的时候 垫子如果是往前面挪的情况之下 就代表着你这一次的击球是过深的 可是在练习场球相对的是一样可以飞很远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上球场的时候 其实你的球是飞不远的 就我们一般简称讲的 喇不打这种意思 所以希望我示范给大家看 比方说我现在做一个打球的动作 要打一个很深的动作 你看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 刚刚我们的标线的基准线是在这个位置 可是现在垫子明显的跑走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练习场练习的时候 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些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示范一个就是 如何把球练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再把垫子拉回来 再把球放好 如果我这一次的击球动作是干净的 那相对的这个垫子应该是不会动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照这个方法在练习的时候呢 那你增加大家对击球的准点跟效力会提升更多 而且相对你下球场的时候 球就会打得更好 接下来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的垫子它是没有动的 表示我这次的触球是非常的干净 也非常的完美 相对的我下球场在打球的时候呢 相对我的击球的效率就会高 击球的凉力也会提升 这是最下导的 ո 如果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打的話 你看 如果是這樣子打的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你打深了嘛 你看我現在做一個很誇張的 打到這裡來打到球 你看我打到這樣 所以它永遠不動嘛 所以大家還是都誤解到說 它還是有把球打到 可是最好的效率的方式就是 我還是建議大家 把墊子稍微拉回來一點點 把球擺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現在在做打球的時候 你注意看 如果我這次的擊球效率 如果是提升的 這個墊子根本不會移動 套用在真的球場上面的時候 相對你的效果會更好 所以你看墊子在打 它根本是不會動的 桿子上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我的擊球效率是提升的 所以我在球場上 應該成績就會慢慢好起來 然後我會想要看它 打球成績 可以這樣做 我現在好像是有什麼 OK 我現在就要看它 然後我會想要看它 就這樣看它 我會想要看它 對它 對它 如果現在要看它 對它 應該要做它 球的時候頭已經是仰起來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打球的時候 我們在打球的時候 觸球的動作應該是留在觸球的後面 你看 比如說我們桿子上起來之後 下桿之後 觸球的時候 我的身體的脊椎角度都還擺在這個線上 這樣子的觸球效率會比較提升 也會比較好 接下來我再示範給大家看 以上是我為大家介紹在練習場練習的方式 希望大家能受用這個方法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